弟弟世界之雾影战婆 第十三集 天色渐渐的黑透了 整座野人山都陷入到一片死意般的寂静 这是狂风暴雨到来之前的短暂沉寂 然而免贡游击队的四名残存人员 同于飞燕与火盗墓贼之间的凝固气氛 却显得更为紧张 司马辉自知己方受制于人 若是把话说得软了 不免更加被动 所以盘底时是寸度不让 专简一些狠话来说 将圣语挤得脸上轻一阵 挨一阵的 在旁的僵尸也是个老江湖 他见两位针锋相对越说越僵 就插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了 赶忙在旁咳嗽了一声 事以这个话头到此为止 又把海底茶碗镇中的茶水换过 按鼓励 这回该用盐红茶 那种茶很浓 喝一口就能把人呛一个跟踪 可在原始丛林里没有条件 只是在湖盖中换了道清水 重新摆坐三阳开泰之举 这海底茶碗镇 从自爆家门的一字长舌开始 紧接着是互相盘问的二龙出水 海中更有三阳开泰 死门兜底 五虎群阳 六丁六甲 七星北斗 八卦万象 九子连环 最后直到十面埋伏 按照规矩一层层盘下去 等盘到海底的时候 各自也就将对方的情况全摸透了 经过这番谈话 双方都知道了彼此的底细 没有实质上的厉害冲突 更不用担心走路 丰盛 司马辉的底子比较简单 他大言不惭的告诉对方 想当初我司马辉司令横扫免辽 百战百劫杀敌如麻 我跺一跺脚 整个缅北的地面都要阵三阵 奈何现在人民军垮了台 我们也不想再趟这路浑水 打算绕过野人山 北上逃往国庆县 而玉飞燕这伙人 祖辈都是关东惠子行里的人 他们城邦结伙 号称山林队老少团 也是因为在民国间 做下了几件大案 不得不躲到南洋避祸 一直在马六甲海峡附近走私货里 同时勾结海匪打捞古代沉船 或是到太监边境 盗掘坟墓和寺庙佛塔遗迹 通过走私贩卖文物为生 在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中 始终有江湖一词 江湖上存在着许多特殊的行当 沿街乞讨的被称作花子 盗墓挖坟的被称为惠子 还有捷道的响马子 捡径的拐子 打鱼的牙子 走千家过百户拧门撬索的飞贼 算命的先生 看风水向地的牧师等等 行业的谋生的手段虽然不同 有文有武 但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 如果其中有懂得五行八卦 风水方术的人物 也就是那方面文化水平比较高的 在江湖上就会极受推崇 相较而言 惠子行只不过是民间盗贼的统称 里面的人员结构十分复杂 生育的父亲死后 有他继承祖业 带着旧石班底 做了山林队老少团中打头的首领 但手下最得力的几个人 无非是草上飞 穿山甲 海东青之流 领有一个擅长爆破的苏联流亡者 人颂外号白熊 那位江师爷 就是位盗墓老手 更是圣玉的叔伯伯 也算是他半个师父 因此圣玉对他格外尊敬 称为江老 言听计从 于飞燕曾经受过高等教育 近几年 他把祖传的手艺改进完善了许多 带着山林队老少团 在南边名头很小 这回是接了一位大客户的委托 要到野人山幽灵公路尽头 去寻找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 但并非是盗掘古墓 而是要做一趟签子活 所谓签子 是指异常危险艰难 好比在无数锋利的竹签子上 挪腾反转之意 司马会听明白之后 就说既然咱们两拨人都是不相干的 那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如今笔记本也落到你们手里 还想干什么呀 不如趁早放了我那三个同伴 刚才我打死你手下一个罗罗 只把我留下就是了 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 杀寡存留 习听遵命 圣玉在摸清了司马辉的底细之后 语气也比先前客气温婉了许多 但他并不打算就此放任 因为刚才在盘海底的时候 他手下人早已经审过了 随身藏有笔记本的卡罗威卡 那个十几岁的眠北山区少年 怎能敌得过这些老江湖 果然不出三五句话就被套出实情 这本笔记中并没有描绘幽灵公路的详细地图 现在很有可能能在山里找到这条路的 只有卡罗威卡一个人 这是老天爷给他玉飞燕送上门的机会 绝对不可能放过 所以无论如何 探险队都要将卡罗威卡带走 但玉飞燕并没有把事做绝 他在说明己方意图的同时 也给对方提出了两个方案 眼下能让司马辉选择的只有这两条路 一是留下卡罗威卡自己离开 二是加入探险队一同进山 另外圣玉也清楚司马辉等人面临的处境 在当场就许下承诺 倘若把这趟签子活做成了 他就安排司马辉这四个人离开缅甸 可以去香港泰国或是离开亚洲远走高飞 这些事全都包在他身上 玉飞燕急需扩充力量 他看司马辉身手不错 胆色见识也有过人之处 而且既是免供游击队的成员 也肯定熟悉山区的情况 便起心想要拉此人入伙 言辞显得极为恳切 司马辉痛也看了看被捆在旁边的那三个同伴 而见阿翠和罗大海都对他悄然点头 表示不肯抛下卡瑞维克 愿意跟探险队一同深入野人山腹地 此去虽是危险万分 但未必不是一条活路 既然大伙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又有什么地方是不敢去的 于是司马辉将心一横 点头应允下了玉飞燕的请求 同意加入探险队 双方当即栽乡为盟 表示永不反悔 随后生育救命手下给罗大海三人松绑 又提供药物让司马辉治伤 并让众人在原地射营 明天一早动神 阿翠竟从衣服 他被司马辉切去了浓疮 换药敷上 重新包扎好了伤口 始终提着的心 这才放下 要不是能在丛林中遇到这支探险队 司马辉伤口感染 势必会越来越严重 恐怕当真是走不出野人山 剩余看阿翠处理伤口的手法 利落巧妙 更是舒适药性 比得过真正高明的医师 也不禁对他有些佩服 更觉得自己能拉这四人入伙 是得天助和其众望 司马辉却没理会一分艳势怎么想 他一边任由阿翠裹伤 一边和罗大海卡尔维卡 抱着刚要来的几代野战食品大吃大嚼 这种六号野战食品里面什么都有 不仅有咖啡香烟火柴还有巧克力 卡尔维克厄的眼珠子都绿了 也不管是什么 捡起来就往肚子里填 他嘴里塞满了食物 不住的对司马辉点头 表示这东西很好吃 司马辉却觉得难以下咽 他腰头道 星际天你小的可真没够出息的 这东西嚼来嚼去也没什么味道 不咸不淡的 你怎么就跟吃了山珍海味似的 罗大海也深有同感 把嘴里嚼着半截的东西 拖在手里看了看说 确实是胃头嚼了 难道探血队天天就吃这玩意儿 司马辉解释说 既然是野战食品 那肯定是在野外作战时吃的 条件不太好还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如果不把食物风干 也很难长期保存 罗大海恍然大悟 我靠原来是风干的 怪不得我吃起来就跟他妈嚼手指似的 这他妈疯得也太干了吧 说完又把刚吐在手里的食物 重新放到嘴里用力拒绝 玉飞燕在旁看了个满眼 忍不住出言道破 你以为你们俩吃的是什么 那就是手指 司马辉和罗大海这才知道自己拿错了 有吃的没拿 反而是看六号野战食品袋密封袋里的手指体积比较大 拿起来就放在嘴里嚼 二人得知真相 顿觉的大酒 但以他们的脾气秉性 自然是思业不认 大不了将错就错 成生爷们咱们都是文化人 平时就爱吃笔墨指宴 别说吃你俩卷手指 就连齐白石的话 咱也吃过两斤 说话间硬是把野战食品袋子里的手指 全部嚼烂吞进肚子 然后才开始吃别的东西 圣玉并不与他们计较 他借机与司马辉等人说明了探险队的人员结构 与其说是探险队 实际从骨子里边 还是没脱离传统乡马组织的山林队老少团 一切事物由打头的说了算 但打头的心要正 心不正是成不了事的 其次是自讲 也成先生 就是队中经验最丰富的老贼 他作为智囊 起着军师的作用 以下还有草上飞穿山甲等几个兄弟 都是十分得力之人 另外那二十几个被作为剿夫的缅甸武装人员 都是从缅北军阀武装中招募出来的亡命徒 他们为了钱什么都敢做 而司马辉这四个人 被统称为领路的献火子 负责带着探险队找到野人山的幽灵公路 虽然清醒缅北的热带风团 浮屠正在迅速向北逼近 预计一两天之内就会抵达野人山 但圣玉的决心似乎很大 即使面临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 他仍要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做成这趟签子货 因为缅北非军控地区的局势非常不稳定 要等下次再有机会进山案 还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了 司马辉寻思着圣玉和他手下的这伙人 都是挖掘坟墓贩卖古物的惠子 但从没听说过野人山里有什么古墓 何况能够买通地方武装力量借到进山 所花费的金钱必然不会是小数目 这可不是随便挖几件古墓的古董墓 就能赚回来的 究竟是谁看耗费如此大的奔钱 他们又到底在找什么东西呢 司马辉早已迫不及待想知道内琴 就问圣玉在幽灵公路的尽头 究竟藏有什么秘密 圣玉拿出一个防水袋 用手抽出里面的东西 那是薄薄的几份文件 还有若干张照片 他告诉司马辉等人 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唯一目标 司马辉和楼大海凑过去仔细看了看照片里的飞机 看照片里的拍摄地点 其背景似乎是在某处军用机场 而且拍摄的都是同一架军用运输机 这架运输机 试样古旧 七型怪状 机体和机翼上会有昂首土性的毒蛇标志 显得很是特殊 这架运输机